喝得烂醉时 我给素不相识的女主播留言一句 哥破产了 他直接打赏我三十万 他的榜一榜二大哥都坐不住了 轮番四姓轰炸我 臭小子 敢让我的女神给你打钱 你龙哥我平生最恨花女人钱的小白脸 我惊呆了 想把钱给女主播退回去 他忧愿地说道 哥哥不记得我了吗 我找了你十年呢 周末大清走 电话接连不断响起 我迷迷糊糊摸过手机按下接听键 大剑的大嗓门磨音入耳 君哥你行啊 让八千小草莓为你一支千金 你都快上同城热搜了 我瞬间清醒 什么 八千小草莓是坐拥百万粉丝的漂亮女主播 雪敷乌发 大眼睛水汪汪 樱桃小嘴微微撅着 漂亮里透着点可怜劲 我偶尔看她直播 从来没给她打赏过 也没有留言过 昨晚喝断片了 偶然点进她的直播间 看她穿着古装 美得像稀释貂蝉 我随便留言一句 哥破缠了 要不肯定给你刷嘉年华 八千小草莓直播间十多万人 下方留言屏海浪般滚动 我以为她看不见我的留言 没想到她喊出了我的网名 落日六号 你很缺钱吗 我给你 紧接着 她给我刷了二百个嘉年华 五颜六色的嘉年华 在手机屏幕上烟花般绽放 当时我醉得头昏脑胀 以为自己身处梦中 头一歪 我就睡成死住了 没想到这不是梦 我慌忙打开X音 直奔八千小草莓的账号 惊讶地发现 她三个月前关注我了 我偶尔也直播 讲讲我喜欢的科幻作品 我的网名落日六号 就取自刘慈欣的短篇小说 戴上她的眼睛 难不成八千小草莓 痴迷科幻 对我相见恨晚 得知我没钱后 立刻动了侧椅之心 某英账号里骤然出现 三十万人民币 着实像个梦 不仅如此 因为八千小草莓的大手笔 很多人开始对我感兴趣 我的粉丝骤然涨了三万 后台私信多得要爆炸 破产哥牛拨衣 今夜让一堆田狗和费洋洋 破大房 破产哥 你怎么做到的 娇娇老弟 如何俘获美女主播芳心 哥们破房了 立我五十吃肯得鸡 不然画个圈圈诅咒你 你是小草莓的男朋友 老子给他打了几十万 都没加上他微信 他拿钱养你这臭小子了 我震惊 我无语 我在风中凌乱 我打开跟八千小草莓的对话框 打下 你好二字 他几乎秒回 君生哥哥你好 我的震惊更上一层楼 你认识我 他竟然知道我的大名 我叫朱君生 可是我平时直播从不露脸 总戴着口罩墨镜和鸭舌帽 除了我兄弟大剑 没人知道我闲暇时还会搞直播 八千小草莓回我 我认识哥哥十年了 或许哥哥早就不记得我了 他发来一个委屈的表情包 我回放他的视频仔细观察 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他到底是谁 他发来大段大段文字 我知道君生哥哥以前就读于XX大学 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我知道君生哥哥最喜欢读科幻小说 一直在自学物理 啃完了费曼物理讲义 腐修了物理专业 我知道君生哥哥拥有文学梦 你不是普通人 你在我心目中闪闪发光 此刻的我胡子拉叉 浑身酒臭味 穿着皱巴巴的拼多多衬衫 正愣很久 他口中的那个人是我骂 是 曾经的我确实意气风发 立志在科幻文学界大显身手 成为第二个大流 但现在我早已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没想到还有人替我 既是曾经的梦想 八千小草莓 他到底是谁 这时门外砰砰砰一阵巨响 我打开门 看到前女友刘美苑 她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 你有事 我心中涌起淡淡厌恶 刘美苑化了浓妆 苍蝇腿样的黑蜜睫毛往上一翻 向我抛白眼 我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跟她谈了两年恋爱 当初差点去民政局扯政 但最后因为买房的事 闹得不欢而散 去年 我准备拿出这些年攒的一百多万 当作首付款买婚房 我看中了三环一套二手房 交通便利 周边的学校 商场配套设施都不错 可惜刘美苑不顾我劝阻 硬是要买万贵园楼盘新房 那新房打着精装小洋房的名号 宣传楼盘衣衫傍水 小区内有亭台楼阁 刘美苑喜欢的不行 说只有住上这样的好房子 才能在闺蜜面前抬得起头 我仔细研究过 万贵园最近几年资金流转不好 交房有风险 不值得买 然而我妈怕刘美苑这个媳妇跑了 处处向着她 瞒着我偷拿了我的银行卡 还把我的密码告诉了她 刘美苑刷了我的卡 付首付 结果开发商跑路 那房成了烂尾楼 我一百多万存款全打了水漂 还背上一百万银行贷款 现在刘美苑拉着她身后的男人 闯进我家 问我要钱 买万贵园的房子时首付我出了三十万 你把钱还给我 我被气笑了 刘美苑 你还好意思说 如果不是你一意孤行非要买那里的房子 我现在也不至于背负银行三十年贷款 刘美苑扬起化了妆后 越发漂亮艳丽的脸 助军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跟了你两年 你没房我陪你奋斗 现在分手了你都没有付青春损失费 还好意思拿我三十万 说着他依偎到身后那个矮男人的怀里 这是我现任男友 他家在三环内有八套房子 他本人是影乐传媒的副总裁 比你强一万倍 矮男人像大公鸡一样挺起了胸脯 使劲昂起头 眯着眼屁腻我 听说你是个作家 我裸高180 此刻穿着拖鞋 矮男人顶我胸口未至 恐怕160都不到 说话牛逼哄哄 小燕跟我说过 你写科幻类 喝 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了 现在市场流行的是偶像剧 打脸剧 我带出来的作家年薪百万 我低头看他 你什么意思 矮男人把投降得更高 说话时唾液差点见到我脸上 听说你已经好几个月没开张了 这样吧 看在小燕的面子上 你先给我写个十万字 我看你水平怎么样 要是还行 我给你三百块钱报酬 十万字三百块 他在故意羞辱我 我指着家门 你们都给我滚 刘美渊用尖尖的长指甲指着我 助军生 我告诉你那三十万 你要是我不还我 咱们法庭上见 我要请最好的律师 一定要把你告到身败名裂 矮男人也轻烈地随地土坛 兴住地 看你这穷逼样 靠自己十年之内都拿不出三十万 给你半个月时间 把你这套老房子卖了 必须把钱还给小燕 否则我找人弄死你 矮男人名叫何宝勇 网上能查到 他确实是影乐传媒的副总裁 还接受过各种采访 满脸自命不凡 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刘美院跟他挺般配 他们都功利虚荣 是同一类人 我跟他们完全相反 读大学时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活得很梦幻 天天泡图书馆 忙着写作投稿 那时候获得了一些成绩 也拿到了不少奖金 家里经济情况不错 我将稿费捐给慈善基金会 一对一扶贫山区学生 每个月都给山区小朋友写信 我在付出中获得了很大快乐 毕业我找到了高薪工作 做起来得心应手 而且可以投射创作热情 回想人生 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大学四年 和大学刚毕业的一年 后来就一路下滑 我爸开车带同事出差 刹车失灵 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追尾 那场灾祸死伤无数 我爸在ICU住了半个月 最后还是撒手人还 为了赔偿受害者家属 我跟我妈用光了所有存款 卖掉了家里闲置的两处房子 这件事过去后 我妈一并不起 我辞去全职工作 在家写写文章赚点钱 方便照顾我妈 后来我妈身体渐渐有了起色 老念到我该结婚 结婚结婚 于是28岁 我和相亲认识的刘美苑 谈起恋爱 她挺漂亮 比我大两岁 性子要强 是事业型女性 我妈很满意她 最开始她不嫌我一穷二白 没有正经工作 我还挺感激她 一心一意跟她过日子 可后来她渐渐暴露本性 她虚荣拜金 总要求我给她买名牌包包 名牌化妆品 每当我想看书静静心 她开始骂我不上镜 看书有个屁用啊 你看这些大不头能赚到钱吗 三体这种烂玩意 都是死肥宅看的 还有什么沙丘 怎么你要研究荒漠啊 你还是抓紧研究研究 怎么赚钱买房吧 跟她在一起后 我活得很累 偷偷看书 偷偷直播讲解科幻小说 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消遣 现在我遇到了新的旧书 X音上八千小草莓不停给我留言 君生哥哥怎么突然不见了 QAQ哥哥是不是讨厌我吗 对不起 君生哥哥 你愿意和我见一面吗 我很好奇 八千小草莓的真实身份 于是同意了见面 我们约在公园里的西餐厅见面 见面前 她不停发害羞的表情包 问我喜欢什么 想要送我见面里 我开玩笑说 你两袖清风带张嘴来就行 我给她准备了礼物 是美籍华裔科幻作家 特德江的作品 你一生的故事 这本书不错 大学时期对我影响很深 我们约在三点 我两点四十五分就到达西餐厅 没想到八千小草莓 已经在座位上等着我了 她太美 在人群中过于闪耀 一眼就能锁定 圆桌中央一瓶白玫瑰 散发静物化的幽光 我走过去时 她正在低头看菜单 黑直长发散落脸颊边 八千小草莓 我轻声唤她 她立刻抬头 眼中似有星光般晶莹明亮 专注的您是我 君生哥哥 我的心跳骤然加快 她竟然远比直播间里还要美 直播间里的美 是又泰又妩媚的 然而现实里 她清爽干净 气质宛如折仙 我们沉默着 注视彼此 你 第一次见面 好紧张啊 她低下头 捋了捋耳边垂落的长发 恰好看到我手上的书 特德江 我很喜欢她 上周刚看完她的短片集《呼吸》 从共同看过的书切入 便很快能聊起来 我们讨论科幻小说 从马克沃特尼聊到 厄修拉勒奎恩 对刘次新的著作 如数家珍 她聪明 思维敏捷 跟直播间里 娇憨卖蒙的形象 大相径庭 我万万没想到 她的知识储备 这样丰富 哪里呀 八千小草莓 羞涩地低头一笑 清新优雅 只是因为知道 要和军生哥哥见面 所以提前做了准备 这话让我心怦然一动 我这才想起问 现实的话题 你究竟是从何时 开始认识我的 八千小草莓 低着头沉默 半嗓才抬起头 美丽的大眼睛里 已经饮满了泪水 原来军生哥哥 真的不记得我了 那我告诉你 又有什么用呢 我急忙说 当然有用 对不起啊 这些年发生了太多事 生活匆匆忙忙 我可能真的 遗漏了很多回忆 八千小草莓 轻轻摇头 西蒙 波娃说过 我渴望见你 但我不会开口要求见你 因为只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 我们见面才有意义 所以军生哥哥 只有当你想起 我究竟是谁时 我才能告诉你我是谁 语人真是一个美丽的谜题 吃晚饭 我们在公园散步很久 四周蜻蜓飞舞 微蕊花草散发青烈芬芳 我们依旧聊文学 聊梦想 他说很喜欢我大学毕业那年的 科幻长篇八千宇宙 军生哥哥 那篇小说真的是太棒了 每一个段落都有强烈画面感 非常适合拍成影视剧 他说这话时两眼放光 我相信他是真挚的 八千宇宙 是我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作品 刚写完那几年 确实有很多编辑主动找我 要求买版权 有一家新伟传媒有限公司 提出以二百万的价格买下 我拒绝了 那时候我心高气傲 看不上国内电影改变市场 太多很好的援助 被魔改得乱七八糟 读者失望 作者更失望 我宁愿把版权留在手里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到了晚上 我提出送八千小草莓回家 他笑着摇头 我开车来了 还是我送哥哥回家吧 这几年我活得真是失败 为了尽快还贷款 我将自己的车卖了 目前还没有买新的 八千小草莓开着自己的 保时捷911送我回家 城市夜风从窗口灌入 他开车的侧脸冷艳严肃 霓虹灯光在他身上变幻 如同伊尼的沙 他忽然扭头冲我一笑 笑意甜美动人 我好看吗 哥哥 我心再次砰砰快跳 车内甜甜的玫瑰香 越发浓郁 也越发暧昧 直到车开到我家楼下 我躁动的心骤然一朗 因为我又看见刘美怨了 他踩着根高跟鞋 蹬蹬走向我们 一把揽住我手臂 娇声称怪 老公 这个女人是谁呀 你怎么能坐她的车 我立刻甩开刘美怨的手 你发什么疯 我跟你早就分手了 刘美怨眼中触满怨恨 目光像刀一样 把八千小草莓上下弯一遍 你到底是谁呀 要不要脸 竟敢撬我男朋友 我立刻向八千小草莓解释 你千万别听她的鬼话 我跟她早就分手了 她现在已经有新的男朋友了 我不知道 她今天为什么要来找我 八千小草莓脸色苍白 呆呆看着我们 我话音还未落 刘美怨已经踮起脚尖强吻我 老公老公别生气了 亲一下就好了啦 别生我气了 刘美怨像牛皮糖一样粘着我 亲我抱我 要不是我有不动手打女人的原则 我早就让她好看了 等我把她彻底甩开 八千小草莓已经开车离开 刘美怨在一旁冷笑 祝君生你本事挺大啊 都傍上女主播了 我知道她是谁 X应千万粉丝 一场直播能赚几百万 我怒道 你为什么要在她面前缠着我 刘美怨昂起头强硬道 因为我不服气 凭什么我们刚分手 你就能找到下架 你是不是在跟我分手前 就跟那小贱人勾勾搭搭了 我又被气笑了 这话该我问你吧 刚分手 你就跟那矮男人成双入队了 我那是为了气你 分手是你提的 我为了尊严 不得不做出甩了你的姿态 我没有真的想跟她在一起 刘美怨神情倔强 眼中却含着泪水 不停逼问我 祝君生 我只要你一句话 你要是还爱我 我们就复合 我冷冷回应 不可能 刘美怨气急败坏 冲我扔下狠话 行 祝君生 那你必须还我三十万 不然你就等法院传票吧 我根本不在乎她 我满脑子都是八千小草莓 今天我们加了微信 我立刻给她发消息 我今天送你书里 夹着一张银行卡 卡里有三十万元 密码六个零 君子取材有道 我不能要她的钱 然后我开始解释 我跟刘美怨的关系 八千小草莓不回我 后来我逐渐失去耐心 试着给她打语音 没想到她立刻接了 我听见她的唾气声 那音音哭声 像一把小羽毛般挠着我的心 我立刻急了 你别哭啊 听我解释 我跟那个女人真的已经分干净了 不知说了多久 八千小草莓扑斥一笑 君生哥哥为什么跟我解释这么多 是怕我误会吗 原来她是在逗我 我们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 从此开始频繁聊天 我就像刚刚陷入了热恋的毛头小伙子一样 每天跟她早安晚安 分享生活中所有小趋势 因为她的鼓励 我准备重新规划生活 首先是挣钱还债 我想起那本八千宇宙 这几年原著改编电影的市场 已经逐渐良性发展 不少科幻原著被搬上荧幕后 开始广为人知 我到底要不要卖版权呢 正由于是 新伪传媒的编辑阿伟突然找上我 朱先生 我们公司换了新的领导 他很喜欢您的八千宇宙 现在提出以三百万保底 加千分之三分成的价格 买下这本书的影视版权 您愿意吗 我没有过多犹豫 就和新伪传媒签订了版权转让协议 那完版权税后 稿费到我手中 差不多还有两百四十万 我立刻还清了所有银行贷款 并还给刘美元十万 前提是 他必须和我签订协议 承认他之前买房付出的 三十万首付款 是自愿赠予 以后永不追究 凭什么 祝军生 你以为我傻 现在拿十万 就能换回我去年花出去的三十万 刘美元不服气 我寸步不让 刘美元 做人要讲良心 去年的买房首付 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的 按理说 我可以报警 追究你托我银行卡 以及从我母亲手中 骗取密码的违法行为 刘美元眼中露出犹疑神色 我立刻说 你到底签不签 由于一秒减一万 我开始倒数了 十 九 刘美元立刻拿起笔签字 签完后 我现场转给他十万元钱 他露出得意的笑容 哼 这样算下来 我不过损失了二十万而已 而祝军生你 损失了何止两百万 我不耐烦到 拿了钱你抓紧滚 现在我跟你半点关系也没有了 不要再来骚扰我 刘美元一眼不屑 你以为你是谁 当初是我瞎了眼才看上你 你穷鬼一个 连奥利包包都舍不得给我买 现在何宝永一个月给我买一个 啊对对对 你们真般配 行了你快走吧 我敷衍着 盼他快点滚 我好跟心爱的小草莓打语音 刘美元还在喋喋不休地吹牛逼 我男朋友何宝永 现在事业更上一层楼 他准备垄断短剧市场 收购更多传媒公司 比如那的新伟传媒 你知不知道 明年就要被我男朋友并购了 什么 新伟传媒 八千宇宙的版权 就是卖给了新伟传媒 难以想象 如果新伟传媒明年被何宝永并购 那我的八千宇宙 会被魔改成什么鬼样子 我立刻找到新伟传媒编辑阿伟 问他公司明年被收购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 阿伟声音苦闷 哎 这几年行情不好 大众都喜欢短评快 有刺激性的娱乐短剧 我们新伟传媒致力于坐有深度的内容 拼不过他们 树先生 实话告诉你吧 八千宇宙是我们下的最后赌注 要是不成功 我们公司就彻底丧失主权了 等着被并购被裁员吧 这话让我心情沉重 我问他有没有找到合适的编剧 他说还没有 于是我说 让我试试吧 我大学读的是编剧专业 我自己操刀把我自己的小说改成电影剧本 我可以不要工资 三十岁 我重新开始在理想主义道路上的追逐 我重拾大学所学的知识 每天拉片十八小时 仔细研究诺兰克里斯托弗 斯坦利·库布里克等大导演的镜头 新伟传媒的同事们热情帮助我 大家默认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所有人都全力以赴 虽然没有工资 但为了理想我活得忙碌充实 这期间我每天都会跟八千小草莓视频 他美丽的脸蛋清清爽爽 粉黛不湿 穿着最简单的白衬衫 眼神明亮而专注 认真听取我今天的工作心得 不时给我提出建议 我喜欢他的想法 他能给我带来很多灵感 我表达谢意时 他总是说 不要跟我说谢谢 我不喜欢你跟我这么生分 君生哥哥 你知道我想听你说什么 我想听你说那四个字 我喜欢你 可是 我觉得自己还不配 她是年轻美丽的富婆 我是一无所有的穷困潦倒者 羽强男弱的搭配必然走不长远 我不敢贸然许她承诺 7月 电影开始拍摄 我和一位新锐青年导演在片场监制 跟进每一个镜头 拍电影的过程是很艰难的 做后期也十分耗费心力 然而这段时间里 八千小草莓主动联系我的次数越来越少 我有些困惑 但因为忙 实在顾不上联系她 然而刘美院再次骚扰我 这次 她发来一段露骨视频 看看 你那新干宝贝小草莓 正在夜场接客呢 视频中 坐在一群男人中央的正式农庄业某的八千小草莓 她举止豪放 对男人们来者不拒 被灌了一杯又一杯酒 酒夜淋满她的胸脯 淋湿她的超短裙 短裙下雪白羞长的双腿上 排着男人们短粗有黑的手 我震惊 立刻给八千小草莓打电话 电话忙音 打了七八次 她一直不接 刘美院发来坏笑的表情包 怎么 不信 鬼皮酒吧 你来亲眼验证我 我立刻放下工作 打车赶往鬼皮酒吧 一进去乌烟瘴气 群魔乱舞 蓝色紫色灯光不断变换 照得人形同鬼魅 我还是一眼就能看到八千小草莓 她外形太优越 腹白貌美大长腿 现在她浓妆艳抹 穿着低胸吊带 夹着一达现金 躺在男人怀里娇笑 我立刻冲过去 把她拉起来 一直拉到酒吧门外 你在干什么 你怎么能这样自甘堕落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八千小草莓吗 我情绪激动 八千小草莓眼神空洞 像没有情绪的布娃娃一样 倚靠在墙上 我看她这父母样又觉得心疼 软下声音来 你最近是不是缺钱 父母生病了 家里欠了债 她不说话 低头点燃一支细长的香烟 眼中勾起一丝兴趣 上下打量我 我急了 你说话呀 你快说话 你说什么我都会相信 如果你缺钱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不能 你不能做陪酒这样的生意 否则你对不起你这些年读过的书 你还记得我们谈论过的文学梦吗 宇宙 星空 天文 八千小草莓突然吃笑一声 孤农道 原来就是你这家伙 我没听懂她的意思 她骤然扔了烟靠近我 浓重香水味瞬间扑鼻而来 哥哥 带我回家 她柔弱无骨地贴着我 媚眼如丝 用沙哑的嗓音附在我耳边说 对我怎样都可以 我不收你钱 我立刻推开她 你 你下贱 我对你太失望了 八千小草莓眼神瞬间变得凌厉 她抓住我的衣领狠狠摇晃 我去你妈 你敢说我下贱 你瞧不起人 你高贵 什么你活在城里 生来就TMD能读书 老天爷不长眼 让我X娘的出生在大山里 我出生就比你们城里人矮半截 你TMD会读书就了不起吗 她满口脏话 但我意外捕捉到关键信息 出生在山里 大山 贫困 补助 煞时间我脑海里灵光一现 你就是我以前资助过的那个学生 你叫 叶千英 八千小草莓愣了愣 很快大笑起来 仰天大笑 笑出了眼泪 是啊 我就是叶千英 我就是天生健重 我就爱陪酒 我就爱陪男人 我就爱做下件事 我不明白 是什么让她变得如此偏激 千真万确 叶千英 是我以前资助过的山区小姑娘 那时候 我刚刚大三 拿着稿费和奖学金 过得很滋润 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受我那善良老妈的号召 我一对一辅助了山区贫困学生 没记错的话 叶千英那时候只有12岁 我资助了她三年 后来她被重点高中免学费录取 住宿费 学校全包 还获得奖学金 她不再需要我的资助 恰好那段时间老爸出事 家里负担很重 我便将退出了慈善补助会 没再与她联系过 没想到她最后成了 大网红八千小草莓 更没想到她过得这么精分 之前与我高山流水 与知音班情投一合 现在她成了满口脏话的小太妹 那晚她硬是跟着我回了家 百般诱惑我 我怕天太黑 她一个人不安全 才没有将她丢出门外 但我睡觉时 我将卧室门紧紧锁死 任由她在客厅里打着声音 喊我哥哥 第二天早上打开门 她妖娆地躺在沙发上 雪白大腿露在外面 我立刻离开家去上班 接下来几天她都赖在我家里 白天我不在家 她点外卖打游戏 外卖和扔的到处都是 晚上她穿各种不正经的睡衣 敲我的门 媚眼泛波 扭腰百胯 杀一下若有若无露出大腿 哥哥 你不喜欢我吗 人家不幸了啦 我一直忍耐着 坚持不让她靠近我 尽管工作很累 我还是耐心跟她说话 跟她一遍遍重申 做人要正直 干净 有素质的道理 可她懵懵懂懂眨着眼 装作听不懂 脚丫轻轻撩拨我腿上汗毛 很多次 我想把她赶出我家 我厌恶她自甘堕落的模样 但是念及她曾经跟我互为知己的份上 我一人再人 最后我搬离自己的家 住到片场去 日夜工作 一个月后 影片终于杀青并送审 我松了一口气 顿时觉得天地宽阔 生活空荡荡 微信上 八千小草莓联系我 哥哥 前段时间我在工作 没有时间联系你 工作 喝 陪男人也能叫工作 我对她的心思已经彻底冷淡 隔了很久才回 不必再联系了 八千小草莓立刻一个语音打过来 我挂断 她再打 最后我忍无可忍 接通了电话 你有什么事 君生哥哥 她的声音轻烈动听 带着一点哭腔 尽管我已经对她完全失望 但我还是不能否认 我喜欢她此时的嗓音 就像瓷器开片 冰玉相扣 我真的是因为从事保密工作 才不能和你联系 她用动听的声音撒谎 我心中顿时蹭得火起 叶千音 你还在撒谎 有意思吗 她沉默几秒 声音颤抖 君生哥哥 你 你认出我了 你终于认出我了 我不耐烦 你在装什么 酒吧门口我就认出你了呀 好了 我不想再跟你多谈了 我已经努力拯救过你了 可是你根本不领情 到此为止吧 我挂断电话 关了机 很吓心不再理她 然后我进了卧室 倒头就睡 睡得天昏地暗 从早上睡到晚上 窗外嬉嬉嬉嬉下着雨 睡梦间 我似乎听见敲门声 窃窃的 两三下 两三下 如同窗外的雨般缠绵 虽然声音轻软 但非常执着 我忍无可忍 翻身下床 冲过去开门 那瞬间闪电照亮眼前的人影 是浑身湿透的叶千英 她面孔肃静苍白 如同出水芙蓉般轻力 军生哥哥 让我进去好不好 她眼中饮满泪水 我坐了一整天火车 一刻不停 立刻从九泉跑来见你 我震惊 叶千英紧紧透露了一个名字 我便猜出 那是国家级保密科研项目 她在九泉研究天文 项目已经结束了 我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对不起 军生哥哥 瞒了你这么久 因为我以前 真的不能透露半个字 我依旧震惊 说不出话来 叶千英继续解释到 军生哥哥 你资助了我初中三年 每个月你都会给我写信 告诉我大学里发生的趋势 你让我对未知的世界 充满了向往 我也爱上了物理 渴望研究宇宙 后来我终于考上理想的大学 进入天文专业学习 本科毕业后读研究生 跟着导师做项目 我感觉很荣幸 我延续了你曾经的梦想 我还是不明白 两个月前我在酒吧亲眼看到你 叶千英立刻说 那不是我 那是我的双胞胎妹妹 叶千颂 叶千颂也曾是山区贫困学生 他没有叶千英擅长读书 资助他的人 只坚持了一年便放弃 后来叶千英从山里考到城里读大学 叶千颂不甘落后 也来到城里寻找机会 他凭借美貌进入网络直播行业 为了挣钱 他拉着姐姐叶千英一起 妹妹加入的工会 要求他每晚直播一场 他贪玩 就拉我就场 因为和他长相相同 化妆后完全可以代替他 我很不情愿 可是他威胁我 似是难以启齿般 叶千英艰难地挤出那几个字 如果不帮他 他就把跟男朋友在床上的视频 发到我们的校园网里 叶千颂胎baby 他跟叶千英长相相同 身材也相同 完全可以以假混真 抹黑叶千英的名声 算是命运的安排吧 如果我不直播 可能就不会跟君生哥哥你重访 叶千英笑得很美 眼中寒泪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 我想感谢你 也想告诉你 你是我人生中最初的启蒙 也是我最初的心思蒙动 对 我暗恋你 暗恋了十年 我保存了你每一封信 我熟悉你阐述问题时的思维逻辑 所以当我无意间 进入落日六号的直播间时 我认出了你 是你 肯定是你 尽管你戴着帽子 口罩墨镜 但是你的手 修长柔韧 微条青筋 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样 君生哥哥 你不信我对不对 我能看出你眼中的怀疑 你不信隔了十年 我们未曾谋面 我却能认出你 我可以告诉你 真的可以 女人心深如海 你读过 茨薇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吗 我的感情和女主角一样 你不在的空间 时间里 我可以用想象填满每一个缝隙 我越来越爱你 我跋涉千里万里 来找你 她的双眸轻亮坚定 像黑色的焰火 点燃黑色的夜晚 此时无需多言 我立刻拥她入怀 她散乱黑发 浮在我脖梗 白皙的皮肤 融入我骨血 胸前柔软 警惕我的胸膛 我们一起点燃了黑夜 在卧室里 迎接末日狂欢般的爱意 我嗅见她毛孔中 大山的荒凉 挑灯熬战夜读的书 墨香 以及九泉大漠的风沙气息 她坚守了我们的理想 用柔韧的肩膀 担起责任 替我走完断裂的人生段落 我从未想过 有一天我会这样爱一个女孩 就好像曾经伤痕累累 跨越十年艰辛岁月 就是为了今日与她重逢 我们不分白天黑夜的四抹许久 似乎过去了一周 一个月 时间彻底失去效用 只有我们两人 天昏地暗 直到阿伟的电话将我饶醒 她哭得跟个傻逼一样 哥 爆了 咱们的电影爆了 上线第三天 票房一个亿 八千宇宙上线一周后 票房十亿 相对很多大制作而言 这部电影是小制作 成为今年电影市场 当之无愧的黑马 新伟传媒立刻组织录演 演员们和主创团队 去全国各地录演 我没有去 因为我想珍惜 和叶谦音相处的 每一分每一秒 现在她正处于寒假 三月她又要跟着导师 做项目 她是科研人才 因为她的特殊身份 叶谦送身为她的双胞胎 开始经受管控 工会禁止她再做直播 现在叶谦送时常找上门来 有时故意勾引我 那是因为她很嫉妒叶谦音 她从小就处处比不上叶谦音 比不上她聪明 学习好 考上好大学 时间久了 她心态渐渐变得扭曲 叶谦音拥有什么 她也渴望拥有 比如叶谦音的男朋友 她想霸占 我态度坚定地拒绝她 后来她陋习难改 被抓紧看守所 叶谦音虽然难过 但也希望妹妹在监狱中 能磨一磨焦躁的性子 焕然新生 新年过后 电影节将在A城举行 八千宇宙入围 新伟传媒的老板 邀请我一同出席颁奖晚宴 这次我没有推辞 因为叶谦音愿意和我一同出席 她会戴着口罩 不让媒体拍到正脸 这日她盛装打扮 眉眼美得不可思议 一袭淡蓝色长裙 衬出傲人身材 我揽着她的细腰入场 迎面就遇到矮男人 何宝永和刘美怨 刘美怨胖了不少 身穿艳俗的美粉色泡泡裙 粉底遮不住她眼角细纹 何宝永似乎更矮了 从我的角度 可以看到她正亮的秃顶脑袋 我知道她最近肯定很煎熬 因为国家大力打击恶俗的娱乐作品 下架了影乐传媒的一大批短剧 影乐传媒现在股票大跌 何宝永忙得焦头烂额 今年别说收购新伟传媒 连维持自家公司经营都很难 可她偏偏还打肿脸充胖子 对我摆谱 哟 小作家 你来凑什么热闹 我们这是成功人士的聚会 你是当保安才混进来的 说着她和刘美怨哈哈大笑 因为之前我没有参加路演 所以众人不知道八千宇宙的作者 和编剧《落日六号》 就是我 网上疯狂讨论大神《落日六号》 有网友顺藤摸瓜 找到我在X音上的账号 我每一条讲解科幻作品的视频 都被扒出来反复观看 评论区暴增上万条评论 好棒好棒 通俗易懂 六哥真六 我的妈爷 六哥的手好好看 疯狂舔平 好喜欢六哥这样高智商声音好听 有情趣 手长性感的男人 就算戴着口罩帽子眼镜 也难掩帅气 躺在卧室床上时 叶千英每读出一条评论 都会极度地小嘴一掘 此刻在晚宴上 想起我们的床子之欢 我忍不住轻轻摸索她的手背 她抬头冲我灰心一笑 刘美怨注意到我们的眉目传情 恶狠狠道 真不要脸 既也能登大雅之堂 我看向刘美怨 讽刺道 你在计较什么 她瞪大眼 助军生 你信不信我 这就叫安保 把你们赶出去 我悠闲的笑笑 好啊 你叫啊 哦 对了 有个好消息忘了告诉你 万贵园的房产 有政府涉入 已经重新动工 下周就要封顶 现在从烂尾楼 变成保交楼了 叶千英真是我的幸运心 遇见她以后 我开始诸实皆顺 现实顺利卖出版权 然后电影改编成功 连不抱希望的房子 也快要顺利交付 刘美怨气得直跺脚 什么 那我的三十万 还给我 你必须还给我 我冷笑 你已经跟我签过协议 那份协议具有法律效用 不服你可以去告我 何宝永插话道 小燕你跟她签了什么协议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 三十万啊 你难道不要了吗 你这个败家娘们 我就知道 你还对前男友念念不忘 她气得脸红脖子粗 删了刘美怨一巴掌 安保立刻走过来拉架 刘美怨还死撑着面子 挨压阿勇 其实只是亏了二十万 你就当给我多买了两个 LV包包呗 何宝永继续发飙 见女人 你以为你值LV真品 我以前给你买的都是A伙 你这种下贱货色 根本不配我花大价钱 刘美怨放声尖叫 她仰起手抓何宝永的脸 你这个王八犊子 白雪公主的七个小矮人都比你高 还敢骗老娘 这对颠工颠婆发了半天疯 才意识到我在看笑话 他们立刻指向我 喂 保安 快把她拉出去 她不是受邀嘉宾 安保人员纹丝不动 这时酒店高级经理恭敬地走来 向我微微弯腰 祝先生 颁奖仪式马上开始 请您与女伴小姐一步去宴会厅 何宝永和刘美怨大吃一惊 都顾不上打架了 跟在我身后不停发问 你是谁呀 你凭什么能参加颁奖一事 他们的声音渐渐引入排山倒海的掌声中 台上 主持人正好念出最佳电影编剧奖的获得者 电影八千宇宙编剧 落日六号 祝君生先生 那瞬间 何宝永和刘美怨惊到了下巴 嘴巴张得能塞进鸡蛋 而叶千英目光炼焰 含着青泪深情凝视我 君生 我真为你高兴 我轻轻吻她额头 低声说出那四个字 我喜欢你 然后补充三个字 我爱你 最后 我转身走向领奖台 在万千掌声和鲜花中 走向我的万丈光明里 全文完 全文完